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已经把记号也已经全部都已经记录到了我们的金属片上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给金属片上打孔 开始进行更细一步的洗板工作 在这之前呢我还是需要进行一次退步 先把孔子打孔的工作比较危险 所以接下来这个工作同样也由我来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打孔的话呢已经完毕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佩林老师我们需要做到哪些方面的东西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镂条再次锯出来 哦再次把它锯出来 对但是由于他们二位是白客嘛 所以这种很细节的地方的话还是我亲自来比较好一点 安全一些 对比较容易拉到手 对比较容易拉到手 对吧我们也开始把它锯下来 佩林老师就请问一下这个的话是用了什么彩色 就是紫铜 它仰化以后是非常漂亮的紫红色很接近新增的颜色 好的现在手术所需要的全部弓箭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进入最关键的步骤了 焊接我们先把它分开 我需要把这个盘子推过 好 unfair 对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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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把它关成了一个圈 然后让陈先生给原女士试一下戒指的大小 感觉尺寸的话应该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戒指的背后这个圈地方也焊起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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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冰淇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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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它先磨一下侧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最大的酷 2滴 3滴 2滴 音量 。 音量 音量 d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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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d 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